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迪吴亦凡 这个人就是 AR刘福阳 刘福阳是谁 小巴搜了搜 发现他竟然连个百度百科都没有 但并不影响他的皇帝的心意 在网易云音乐评论超过20万家 小巴听完了整首歌 不懂阅里所以不对这首歌的Beat和Flow做点评 但不得不说他的词写得real大胆 几乎把吴亦凡这些年面临的质疑劝写进去了 随便贴几段歌词大家感受一下 歌中还顺带夸了一波王嘉尔 这突如其来的点名是怎么回事 王嘉尔的粉丝表示在角落瑟瑟发抖 不想陷入这场混战 迪吴亦凡 夸赞王嘉尔 看这路数似乎是想蹭一波灯红流量小声的热度啊 但不少黑泡迷却表示 刘福阳没必要蹭任何人的热度 早在中国又嘻哈火遍全国之前 刘福阳就已经在中国好歌曲 第三季中 凭借一首 吐槽现代人爱刷朋友圈 的刷刷刷刷 获得了四位导师的愿可 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拿下了总决赛的几军 刘皇更在他是中国好歌曲 三季以来最好的rapper 节目结束后 刘福阳一直在写歌唱歌 陆寒之前就跟他有过合作 在创造101最火的那段时间 刘福阳还曾专门为梦美琪写了首次位 当然这首歌设立挺不是dis 只是一腔热情没得到美琪的回应 其实 这也不是刘福阳第一次捧着采纳了 他一直都爱dis说唱圈的个个rapper 神奇的是 被他discord的rapper竟然没有怨言 反而罚文哲表示理解 这操作也是很神奇了 这个游福阳究竟有何本事和魅力 模糊上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最高杂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的词真向大家说 的那么神奇吗 小巴把他已发行的歌全部听了个遍 发现他除了爱得死人 其余的歌多是关注现实问题 具有一定思考意义的 比如歌曲《消失的爱人》中 以他为代指讲述了近几十年中国说唱的变迁和现种 乱标价则只指这几年许多商品价格居高 延伸到音乐行业的市场乱象 因此大家都说 他之所以敢出面高调的吴亦凡 是因自身有过影的实力撑腰 吴亦凡的这次世界 存在着许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抵制的网络暴力 但抛开这些网络暴力 rapper们你来我网用歌曲来摆头 说唱圈的罚了 也除了清的福利哥表明自己的态度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 其实也在无形中 在为说唱文化做普及 不管吴亦凡的自身说唱水平究竟如何 但他为说唱圈 做出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 大家本次他是流量 可是说唱圈的流量不也很大 一部分是由他带去的吗 多点理性与探讨 说不定真能看到各家rapper 坐下来握手言和 共同合作的那一天呢 VM的脸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的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